晚上睡得正香 被尿液打扰相当扫兴 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 但如果您是年过40的男性 且半夜起床小便超过两次 尿量超过整天的三分之一 小心夜尿症找上门 会界定40岁的话 一般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的身体可能在身体上 或机能上 它已经慢慢地有出现 抗力尿荷尔蒙的改变 受腹线的肥大 还有一些新陈代谢的问题 研究发现 夜尿症主要原因是年纪增长 脑下全体功能异常 抗力尿激素分泌不足所导致 另外慢性疾病患者 也要小心夜间多尿 有些他可能心衰竭 白天脚很肿 晚上尿就很多 所以这个叫注意心脏的问题 然后第二糖尿病 我们知道糖尿病容易多吃多喝多尿 也容易造成夜尿症 有些人白天会频频跑厕所 不过白天跟晚上的贫尿原因 其实大不同 白天我们没有所谓的 抗力尿激素的问题 但它本身可能因为 节食感染或是其他的问题 膀胱本身就是过动 所以如果你白天晚上都有 那你应该先去做诊断 医师提醒夜间多尿 并非正常现象 建议寻求医师协助 服用抗力尿药物 另外睡前也要避免摄取茶 咖啡 西瓜等利尿的食物 避免晚上睡得不安稳 大爱新闻 周慕如梁家明 台北报导